有缘摇杆器 大自然一直在激发人类的灵感 我们可以从植物和动物身上 发现有些与人类截然不同的理解现实方法 换句话说 它们有其他的感官 它们可以觉察到我们觉察不到的东西 如红外视觉或夜视能力 有缘摇杆器 有几种蝙蝠具有有缘系统 使它们能够保持直立飞行时 产生声波并测量其附近物体的反射 有缘摇杆器跟蝙蝠一样 它们为保持平稳飞翔 发射声波并用回波测量 与附近物体的距离了解物体有多远 在什么方向 这就是有缘摇杆器的工作原理 如果是阴天 无缘光学摇杆器 无法看到地球的表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有缘摇杆器 以光线、光或脉冲的形式 产生自己的电磁能 当摇杆器接收到从表面或大地层反射的回波信号后 会测量其性质 并可从中提取非常有用的信息 我们使用两种类型的有缘摇杆器 雷达和激光雷达 雷达使用的无线电波 激光雷达使用光波 通过分析所接收的回波 有缘传感器可以测量各种物体变量 角度分辨率 天线就像一个望远镜 但它只可看到无线电频率 望远镜的镜面越大 看到的面积越小 因此摇杆器只测量在它的视野 天线的波速 范围内的物体 我们可以用移动天线和复杂的信号 处理提高分辨率 比如所谓合成孔径雷达 距离 测量雷达或激光雷达发生脉冲 与接收到它的回波时的时间延迟 从而测量与目标物体的距离 规则很简单 脉冲传送的越远 回波返回时的时间越长 速度 测量所谓的多普勒效应 比如多普勒效应 使接近它的车辆音调高 离开它时音调转低 从而我们可以测量物体的速度 利用有缘摇杆器 我们获取了各种地球现象的 高分辨率测量结果 但是测量回波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容易 因为有许多因素 会干扰或改变电磁能的路径 基本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不同的物质表面 如何改变电磁能的发射 也就是所谓的散射 平坦的地势 如公路平静的水面 或都有平滑的表面反射 类似镜子耕地过的田地或作物 有粗糙的表面反射 把能源散射向许多方向 最后 当电磁能击中多个表面 如树木或建筑物 就是所谓的多重反射效应 正如你所见 每一种情况会导致不同强度 或角度的反射 传感器需确定它收到的反射 是哪一种表面反射回的